行,那我们来接着,接着写啊 接着写,来,接着看啊 刚才呢有这个,跟大家讲了几个这个菲波纳切数列的一个 就是这个地规的啊,地规的这个练习啊 两个小练习,很简单啊 好,来看一下啊 这个第一个起球,这个阶层啊 这个阶层的其实非常的简单 跟我们球这个合差太多是不是 你想要求阶层就是,让从第一个数开始乘,乘到什么呀 乘到这个最后一个数,那其实呢 这个n的阶层,大家想想啊,n的阶层其实等于谁呢 n的阶层等于这个n乘以什么呀 n-1的阶层是不是,n-1的阶层 是不是应该这样算呢 所以呢,你这里边要求这个,这个阶层怎么写呢 df,来个fac,t-o-r-a-l是不是 好,那这里边第n个数的阶层 它其实等于谁呢,等于n乘以什么呢 n乘以这个前n-1项的数的阶层 是不是,应该这么写吧 哎,这样写的话呢,比较简单 但如果你这样写的话呢,就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数字呢,它会不断的乘以n-1 不断乘以,一直乘,一直乘,乘到最后怎么样呢 乘到最后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呀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想让它停下来怎么办呢 嗯 想让它停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写个ifn怎么样呢 等等于几呢 等于0的时候,refin几啊 refin1,就是0的阶层是几,大家知道吗 0的阶层是几啊 来,我们算一下啊 来,计算机这个科学型的计算机啊 0的这个阶层 0的阶层是几啊 0的阶层是1啊 0的阶层是1 没有吧,没有问题吧 0的阶层是1啊 为什么0的阶层是1啊 其实要算的话,应该说是 阶层的是正数的这个 应该是正,非负数啊 非负数这个n的阶层是不是 那0的阶层呢,其实1那等于多少呢 1的阶层等于几呢 1的阶层其实等于1乘以这个0的阶层是不是 所以0的阶层是几呢 0的阶层是1啊 所以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啊 我们算到这来 走到最后给它停下来就行了,是吧 0的阶层呢,是1 好,那我们可以直接怎么写呢 FAC啊,来个几呢 来个3,来个6的阶层啊 给它打印一下 你看这个代码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6的阶层呢,就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6乘以这个几啊 6乘以这个5的阶层是不是 FACTORAL,5的阶层 那5的阶层又等于几呢 这个又等于多少呢 又等于这个6乘以5乘以这个4的阶层是不是 前道理啊 赵雷同学,你赵雷同学干啥去了 好,6,这个4又等于呢 4又等于这个4乘以3的阶层是不是 好,一直往下乘啊 乘以3的阶层,好 3的阶层又等于3乘以2的阶层 2又等于2乘以1的阶层 1的阶层又等于1乘以0的阶层是不是 那当你这个最后乘以0的阶层的时候 你当你写的是0的阶层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谁呢 会把这个0传给这个n 那这个地方呢 直接会返回几啊 返回1 那最后呢就是乘以1 看到没有 6乘以5 多写了个5啊 6乘以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是不是 然后再乘一个1是不是 最后啊 那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算出我们这个阶层了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有很多朋友都写出来了是不是 这样写是可以的 720是不是 好,这是一个 那下边呢 我们看那个菲伯纳切啊 菲伯纳切失列的话呢 之前我们讲那个循环的时候啊 循环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怎么样循环 循环的这个思路呢 也跟大家说了啊 大家也会发现 其实循环也不算难 这个他的这个核心思想啊 就是让一个树和他 这个下一个树等于前两个树的核 是不是 是吧 前上一个树等于这个 上一个树 这个树等于前面两个树的核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用这个 用我们这个地柜 用那个地柜啊 其实更简单啊 来个DF 菲伯纳切 FABNOCCI 菲伯纳切 是怎么新的吧 FIBONA CC BI 菲伯纳切 FIBI FABONA CCI 应该是这么拼的啊 菲伯纳切 数列啊 那我们DN个数 其实DN个数等于谁呢 DN个数等于FIBO 菲伯纳切里边 DN-2个数 加上谁呢 加上菲伯纳切里边 DN-1个数 看到没有 是这么写的啊 菲伯纳切里边 DN个数呢 等于DN-2个数 减去这个 加上这个N-1个数啊 那我们 随便写一个吧 比方说我求这个 第八个数 是不是啊 那这个第八个数 怎么求的呢 啊 第八个数呢 它是这样的啊 我们看看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画一画 那你看啊 我们就简单的写个 不叫 菲伯纳切 不写这么长了 我们就写个F好吧 你看我们就直接写这个叫 一个啊 大家我就直接写什么呢 就写个F啊 来个F8 F8等于几呢 F8等于几啊 等于这个F6加F几呢 加F7 其实这个地方啊 如果我知道F6等于几 F7等于几 我是不是就能够 给它算出来了呀 那我们其实可以写一下 菲伯纳切数列 第一个数是几呢 是应该是 11235813是不是 然后多少啊 21 然后多少呢 12加21等于几 大家知道吗 12 13加21等于44是不是啊 好 这个多少呢 然后是五十几啊 55 然后多少呢 89 然后多少呢 144 OK 好 这个情况啊 好 想到这个呢 是我们菲伯纳切数列的一个计算啊 其实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第八个等于21是不是啊 菲伯纳切第八个是等于21 是吧 好 那其实呢 第八个就等于第六个加第七个 如果我能够知道啊 我如果告诉你了 我跟你说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N等等于几呢 等等于六 我告诉你 这个返回几呢 返回这个 返回这个八 再告诉你什么呀 再告诉你 如果N等等于几呢 等等于七 返回多少呢 返回这个13 大家看看啊 那如果这样跟你说的话 其实你算那个F 这个菲伯纳切第八个数 就非常简单了啊 就几加几啊 8加13 结果是几 是不是就21了呀 大家看 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啊 13加21 就得等于44 明白不 不能等于别的啊 好 大家看 没有问题吧 你看如果真这么写的话 告诉你这两个数啊 这个N等于6的时候 返回8 那你这里边 你把160放进来 这是8 8加13等于21了 是不是啊 但是呢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小问题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呢 你只能算什么呢 只能算这个6以下 7以下 6以下 7以下的菲伯纳切数列 是不是啊 6以上 7以上啊 就是这个N 必须得大于7 大于6 大于7 必须得大于7 要不然的话 没法算出来 是不是啊 那在我们这里边呢 大家要知道的啊 要知道的是 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不行的 那如果我们真要写的话呢 要接着往下写啊 接着往下写 F6等于几啊 F4加起呢 加这个F5 6等于4加5 是不是 7等于几啊 F5加F6 是不是这样写啊 如果此时啊 有人告诉你 这个F4 F5等于几的话 其实你也能够算得出来 这个数字了 是不是 但其实一直往下走的话呢 它会 它要一直往下算啊 等于那个 F4等于几到2加几啊 2加F3 是不是 好 那这个5呢 5等于几啊 F4加F3 4加3 好 一个个往下算呢 这个5的话又是4加3 是不是 它会一直往下算啊 总有一天 好 这个6又等于几呢 这个6又等于F4加F5 是不是 4加5 好 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再往下走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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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啊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啥时候呢 走到啥时候呢 哎 我这个东西呢 好 再往下走的话 大家看F2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再往下拆吗 其实第二个数我们已经知道了啊 第二个数你也可以往下拆 第几个 F0加几啊 F0加这个几 F5这个1 但是有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地方 我刚才数过啊 这是第一个数 我们我们认为啊 这个我认为这个数字是第一个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 所以没有第零个数看到没有 没有第零个数 也就是拆到第二个就不能再往下拆了 因为二等于零加一是不是 第零个加第一个 但是我刚才跟人家讲过 如果我规定这个是第一个数 我规定啊 我规定这个数呢 它是第一个数 就没有第零个数了 所以到二代来就不应该拆了啊 那F2等于几啊 第二个非波难件数是不是一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直接哎 当你等这个二的时候 就不能再往下拆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应该怎么写呢 当你是第二个的时候 我们写啊 如果呢 这个N等于二 我应该怎么样呢 给你返回几啊 返回一 就不要再往下拆了啊 这个地方就是一 看到没有 那三等一几呢 三等于二加怎么样 加这个二加这个F1 是不是 然后四呢 再往下拆是不是 一个一个一个的往下拆 看到没有 一个一个往下拆 那拆到啥时候停呢 大家看拆到这个 再往下走的时候啊 三是这个 然后四呢 那几呢 四又是F几 F2加几 F3是不是 然后这里边一个F3 F3又等几呢 F这个2加几啊 加这个F1 是不是 然后这里边又有一个4 4等于二加三 是不是 然后呢 这又来了一个3 是不是 3等于二加一 是不是 F2加F1 是不是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又来了一个4 4又等于F2加F3 然后呢 这一个5 5等于几呢 5又等于F3加几啊 加F2 是不是 不是 5应该等于几啊 5应该是等于这个F4加F1 是不是 好吧 应该是F4加F3哈 等于那个F第四个加这个F 第三个啊 前两个数的和嘛 是不是 那这样算完之后 F2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地方是几啊 1 那这个1的话你也不能拆了 如果你1要拆的话 应该是几呢 0加几啊 F0 F0加这个 加这个F-1 你不能再往下拆了 再往下拆它就没有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F几呢 F1的话呢 也直接告诉一下他 你如果是1的话 这个就是1 是不是 那加1再加几呢 这个再加1 然后呢 这个F3 这个地方是几啊 F2是1 F1呢 也是1 F2呢 是1 好 然后这个F2呢 所有的F2啊 都是1 然后呢 所有的这个F1呢 也是1 只要是1 第一个或者第二个非凡大技术列呢 都是1 看到没有 那这样算完之后呢 你再往下拆 最终拆完的结果 就是一对一相加 21个一相加 21个一相加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需要再写一下啊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呢 就是 如果呢 你是2的话 给你返回1 还有谁呢 加一下这个结束的去 这样就是 如果呢 这个N等等于1 或者N等等于2 我直接都怎么样啊 返回1 看到没有 就是 菲波那切里边的第二个数字 和第一个数字的结果都是1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加起来 就是11个1相加啊 这个3呢 又分为2和3相 2和1啊 那这个4呢 又分为2和3啊 一个个往下加啊 加到最后呢 就是21个1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写一个什么呢 如果你是N等等于1 或者N怎么样呢 等等于2 我返回几呢 返回1啊 就不再往下 再往下这个递归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算出我们这个数字啊 来运行一下啊 泽尼 大家看啊 这个值是不是21啊 第8个数字是不是21 好 我们再看看第9个数呢 第9个数呢 就是12加 13加21了 是不是 13加21等于几呢 等于44 是不是 好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其实没有多难啊 没有多难 好 大家看完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再看地规 其实地规 你想象一下啊 它没有太难 是不是 没有太难 就是呢 地规呢 就是自己调自己 你先把逻辑想明白 然后呢 最后再想一下啊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 把这个条件给它停掉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把这个地规 给它结束掉啊 这才是我们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 逻辑呢 想明白 然后呢 再把这个结束的这个时间 再给它想好就可以了啊 好 这就是地规的一个使用啊 那我们把这个呢 跟大家停一下啊